雁如雁霞的牡丹 妩媚俏丽的月脊 傲双豆芳的秋菊 眼前这些叉子烟红 争其豆芽的花卉可不是鲜花 而是飞衣传承人徐文静所制作的圈花 近日记者来到徐文静家中 看到她正在给玫瑰花做造型 她告诉记者 制作圈花过程繁琐 主要原料是丝绸 要经过姜料 凿活 染活 窝坝 棉毡 传活 包装等工序 每一步都是手工制作 其中 窝坝最考验手上功夫 徐文静说 想要制作出以假乱真的花卉 平日对各式鲜花的观察必不可少 只要一有时间 她就会和朋友一起去公园赏花 早市买花 观察花朵的姿态 力求做出与鲜花一模一样的眷花艺术品 香山植物园 天坛的 月季园 北海的菊花 这些都是我们每年不老就必须得去的 人家别人看花 都一看 哎呀 这花挺好看的啊 红的粉的呢 一说就我们不行 我们看花是什么呀 这芯是怎么长的 雄蕊什么样 雌蕊什么样 然后芯瓣是多少张 一瓣一瓣每瓣你都要记下来 眷花 又称金花 宫花 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唐代画家周访的《蘸花是女徒》 就在线了宫中妇女 蘸花代彩的情景 袁明清以来 手工眷花在后宫和达官贵人府邸一度风行 北京成为中国制作眷花的中心 就是说过年过节天津的穿红鞋带红花 包括北京的人也是 包括男人在那头上都带花 就是夏天都带那个茉莉带在这儿 徐文静告诉记者 不光中国人喜欢眷花 外国人也同样喜爱 多年来 他致力于用传统眷花手艺 结合现代插花设计花衣作品 多次获得全国大奖 同时也将作品带到芬兰 德国 法国 俄罗斯等国家参展 广受好评 他们很多欧洲国家的国花 然后这个薰衣草 然后这是马鞭草 然后这个是玫瑰 月季 你知道吗 这还有小的 小小野花 你知道 他们就认为咱们是丝绸之国 拿丝绸他们不觉得特别新鲜 可是把丝绸做成这种与甲乱争的这些花 他们就觉得 哎呀 太活灵活现了 觉得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今年70岁的徐文静做眷花已经47年 他说 眷花记忆的传承需要靠年轻一代 近年来 他也陆续开班授课 并将眷花带入校园 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喜爱眷花